也是相当的惋惜 但作为队友即便是被淘汰了 大家对坤哥还是特别的感激 我觉得坤哥他是真的感受到了一些 其实我相信就是 对 其实因为坤哥 其实他们算是最后面的那个 他前面他们也听了很多感言 然后他们可能也看了就是很多的表现 很多的努力 然后他说那些话其实我都 但他一点我名我就 就没忍住 然后也在台上哭 真的 本来今天我就是就真的没有想哭了 但就他站在上面的时候 然后一说到我们那一组的时候 哇 我就 我眼泪就忍不住了 然后就 哗啦哗啦就掉下来 就反正就是 因为之前也没有跟他在一个组搭档过 然后这一次就是 就是有这么两天的时间 然后跟就是实力那么好的人一块练习 我觉得就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也真的 就觉得他特别优秀 真的 他从来没有就考虑过 我们就是 比如说舞蹈基础啊 或者排名这些方面 就觉得我们真的是 要对要要准备 真的要在明天要上台表演了 非常非常认真对待这个作品 虽然可能只是两天的时间 但真的就像对待一个马上要表演的作品一样 就给我们就 那个气氛真特别好 就对你凝聚力特别特别强 真的啊 再见